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孫中山先生是我一生崇拜的偶像 今天我来到他的故居 内心非常的感动 我期许两岸人都能够记得 中山先生的遗训 和平 奋斗 救中国 我深欠期望 两岸因共同合作 避免战争 致力和平 奋斗 振兴中华 共创和平繁荣 这也是我们这一辈 中国人最大的愿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